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 我是李宁思 随着中国内地省级两会结束 各地政府工作报告陆续公布民生清单 其中养老服务 应幼儿托育生育支持政策 就业等成为高频词 中西社报道 内地去年出现61年来首次人口负增长后 针对鼓励生育及育儿的政策更受重视 多地政府提出要增加托育机构 和婴幼儿托胃学位等 以减轻生养教三方面的负担 在养老服务方面 河南省提出要完成六万户 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 内蒙古则规划乡镇和村籍养老服务中心 2000多个 并且提升现有农村养老服务功能 就业方面 2023年全国大学毕业生 估计要达到了1158万人 因此稳就业至关重要 多地民生清单都提到落实就业优先政策 将促进青年人特别是高校毕业生就业 摆在更突出的位置 比如上海就喊出了新增就业职位55万个的目标 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 俄乌战事持续 顿巴斯地区仍然是饱受战火摧残 其中顿尼茨克有多栋居民楼遇袭造成20多人死亡 乌克兰方面更不排除俄军最快在俄乌战事爆发一周年之际 向乌克兰发动大规模进攻 欧盟多名官员2号抵达乌克兰首途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要求欧盟加强制裁俄罗斯 他还表示 乌克兰收到欧盟委员会关于乌克兰欧盟候选国地委调查问卷第二部分的报告 这将成为政府官员进一步工作的基础 在顿涅茨克地区的克拉玛托尔斯克 2号早上 救援人员继续在瓦利堆搜救可能被困的民众 乌克兰警方表示 俄军在前一天晚上用伊斯坎德尔导弹击中8栋居民楼 造成至少3人死亡 20人受伤 据报 当天哈尔科夫地区也有遭俄军炮击 造成人命伤亡 乌方表示 顿涅茨克地区过去一天受到6枚导弹攻击 俄国防部2号表示 俄军正在顿涅茨克发动进攻 在顿涅茨克的巴赫木特不时传出炮击声 乌军加固军事要塞 据报 俄军仍在试图将巴赫木特包围 当地缺水缺电 留在当地的居民大多是老人 俄乌战士主要围绕顿巴斯地区 其中在卢干斯克的利西昌斯克附近战斗激烈 据报 俄乌两军在利西昌斯克西面开战 俄媒在前线采访 指两军主要在丛林中对战 而俄军向利西昌斯克推进时 当确定了乌克兰部队的阵地后 便向乌方军事目标不断开火 歼灭敌人 俄军表示 虽然乌军获得新一批外国武器 也有西方雇佣兵加入作战 但不会阻碍他们作战的决心 俄军部队向南部扎波罗热地区推进 在前线利用风信子自走炮等多种武器 攻击乌克兰部队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等 十多名欧盟高级官员 2号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冯德莱恩 要求欧盟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 欧盟官员此行目的是了解乌克兰的需要 讨论向乌方提供军事及经济援助等 乌方期待欧盟官员此行 或会宣布好消息 加快批准乌克兰加入欧盟 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 访问法国期间表示 俄罗斯已调动约50万兵力 最快可能在俄乌战事爆发一周年 也就是2月24号发动大规模进攻 俄罗斯总统普京去年宣布动员 约30万预备役部队 但列兹尼科夫认为 俄方招募和部署的士兵真实数目 可能远远高于这一数字 俄媒报道 乌克兰国防部证实 有可能招募身体并非完全健全的民众入伍 不过强调 他们不需要到前线作战 只会让他们加入支援部队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号 接受今日俄罗斯国际通讯社采访 就当前俄罗斯外交政策 俄乌战事以及俄中关系发表看法 期间他提到此前北溪管道爆炸事故 指美国直接参与其中 针对记者提到 美国副国务卿纽兰近日宣称 美国政府对北溪二号管道遭破坏一事很高兴 拉夫罗夫对此表示 美国副国务卿纽兰为北溪管道爆炸拍手较好 是在公开认罪 他的话说明美国直接参与了这场袭击事故 拉夫罗夫在谈到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时表示 俄军的任务是完成任务 最大限度减少损失 他指出决定俄乌冲突能否结束的重要因素不是时间 而是民众最终能在两国间获得怎样的利益保障 避免再遭到乌克兰政府在西方怂恿下开展的去额化 拉夫罗夫认为 俄乌冲突在西方作用下升级是显而易见的 西方向乌克兰提供的武器数量和威力射程都在提高 这对俄罗斯领土安全造成威胁 莫斯科努力将乌克兰军队撤离到俄罗斯领土安全距离以外 他还批评西方国家迫使乌克兰方面退出谈判 在谈到俄中关系时 拉夫罗夫称 俄中关系在质量上高于军事联盟 没有限制界限和竞技话题 他指出俄中签署的协议符合两国利益 不会让俄罗斯处于附庸地位 又认为中国正在美国的地盘 按美国的规则击败美国 中国将赢得对美国的所有争端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俄罗战争在这个月就要一周年了 那么此时此刻 俄罗斯是否正在准备再发动一次大规模的 针对基辅的攻势呢 这个话题其实不是这几天才谈的 应该说几周以来 乌克兰方面都在为俄罗斯再次的准备一次 大规模攻势做准备 那么甚至泽连斯基说 我认为他已经开始了 那么从上个星期到今天 像这个北约民主长斯托尔滕贝格 还有美国的高级官员都不断地说 有消息 证实呢 这个俄罗斯想在2月24号一周年之际呢 再次地重演一次对这个基辅的攻势 是这样吗 那么彭博社说他们引用了来自这个 与克里姆林宫关系密切的消息人士 报道说呢 是俄罗斯的总参谋部计划 是在2月份到3月份 发动大规模的新一轮的攻势 还有呢 就是我们看到目前这个巴赫木特战事非常激烈 那么死伤惨重 可以看到这个俄方呢 用了大量的兵力来要攻下巴赫木特 那么这个列子尼科夫 就是乌克兰的国防部长 这在法国访问 他在接受法国媒体采访的时候 他也说 他说可能呢 这个俄罗斯将在2月24号左右 在乌克兰的东部和南部 发起大国们的攻势 来纪念这个入侵一周年 为什么这样说呢 他说俄罗斯人呢 特别喜欢用符号 来这个表示 他们的一些这个信念意志或作为 这个2月24号 是发动战争一周年 必须要有点什么动作来纪念 甚至表示胜利 那么就要庆祝 怎么做呢 目前的情况下 没有再发动攻势 那么怎样的一个大规模攻势 前几天有看 说是这个俄罗斯呢 将要再次的重演一遍 东边从这个乌东 那么南边呢 从克里米亚 北边呢 从白俄罗斯 再次的目标 是基辅 重演一次 再现一次 大规模的行动 我个人认为呢 这个情况呢 不太现实 尽管这个雷兹 密科夫说 俄军呢 他们已经准备了50万人 已经动员了50万士兵 虽然呢 他说俄方的官方说 有30万 但是我们在前线 感到人数非常众多 但即便人数众多 能够再现 去年2月24号那种规模吗 当时以为7天就打到基辅 最多是两个星期 结果呢 今天没有 再说呢 现在克里米亚自己呢 已经很难以作为 这个出兵的一个基地 因为他不断地遭受 这个乌军的一些导弹的 或者是海马斯火炮的袭击 那么在北部呢 到目前为止 卢卡申哥并没有 这个接受 这个俄方的 这样的一种要求 说开辟一个再次的 从北边进入乌克兰的 这样一个战线 所以说我们认为 再次大规模攻势呢 恐怕也就是在乌冬 毕竟 这个特别军事行动一周年 起码要把乌冬拿下来 所以我们现在也看到了 不惜人力 这个伤亡代价 俄军呢 不断地大规模的 是用人海战术 一定要把这个两个 至少那两个 自己宣布的共和国呀 要拿下来 以呢 在2月24号宣布 我们已经达到了 这个特别军事行动的目的 就是维护了 保卫了 这个乌冬等人民的 这个生命财产安全 那么我们再看 这个攻势的到底 是怎样的一个规模 和怎样的一个方式 好 再看看另外一段新闻 美国与菲律宾2号宣布 达成协议 菲律宾将新增4个地点 供美军轮流驻扎 但两国的生命中 并没有说明4个新开放基地的地点 根据美国媒体此前的报道 可能的地点有 菲律宾北部的旅宋岛 和西南部的巴拉旺岛 巴拉旺省 那么到访菲律宾的美国防长 奥斯汀强调说 美国不寻求永久的驻扎 到访菲律宾的美国防长 周四在马尼拉会见 菲律宾防长加尔维斯后 召开联合记者会 宣布双方计划加速 全面实施两国于2014年签署的 美菲加强访务合作协议 双方同意完成协议中 现有的5个供美军轮驻的 菲律宾军事基地内的 相关项目之外 还将另外增加4个 位于战略位置的地点 供美军轮流驻扎 美菲目前尚未公布 4个新增地点的确切位置 但强调新增地点 不能称为军事基地 美军也不寻求永久驻扎 菲律宾国防部声明称 美菲加强访务合作协议 是美菲联盟的重要支柱 支持美菲两军之间的 联合训练 演习和协同能力 菲方称 扩展这一协议 将使美菲同盟更强大 更坚韧 也将加速美菲联合军事 能力的现代化 菲方声明还指出 美方早前拨款超过 8200万美元 用于现有的 5个基地的相关建设 美菲承诺将迅速采取行动 就新增地点 以及现有军事基地的 相关计划和投资达成共识 菲方还称美菲同盟经受了 时间的考验 至今坚如磐石 美国防长 周四上午还分别会见了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 非国家安全顾问阿诺 以及外长马纳罗 分析认为 马克思比前任总统杜特尔特 身段更为灵活 希望在中美之间左右逢源 在与美国加强军事同盟关系的同时 也希望继续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 获得经济利益 凤凰卫视 周圆芳 菲律宾 马尼拉报道 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汀 又到亚洲来活动了 他在韩国访问之后 就飞到了菲律宾 那么还视察了一些 现在驻载美国军队的一些基地 目前根据菲律宾和美国的 叫加强防务合作协定 这是2014年 当时那个总统叫阿基诺三世 和美国签署的 那么2016年就开辟了五个 这个军事基地 那么这一次又新增加了四个军事基地 而这四个军事基地 都位置都比较关键 一个是在这个旅宋岛方向 旅宋岛是在台湾的南部 那么这个旅宋岛的有一个叫北伊罗哥省 这是这个现在的小马克思总统 他们家的政治根据地 而从这个北伊罗哥省 到台湾的高雄 航行只有40分钟 那么可以看到 美国这次在菲律宾拿下的四个新的军事基地 对他来说 可以说正在实施他的战略意图 在所谓台海危机的整个的战略 这个版图和沙盘的这个布置上 它是有一个南北 来这个所谓守护台湾的这样的一个计划 在北边就是这个冲城 日本的冲城 那么在南边就是菲律宾 现在呢 这个在日本那边 基本上已经把这个军事基地 美国驻扎都已经谈好了 都已经开始进入实施阶段了 那么现在呢 他又跑到南边 跟菲律宾又讲好了这样的这个军事基地 所以这个北 这个旅宋岛的北伊罗哥省的这个地方呢 这个就比较关键 另外呢 又在西南部的这个巴拉旺岛 就巴拉旺省 巴拉旺省的正好是针对南海 又是针对中国 在这个南海和菲律宾的一些争端的一些岛屿 来这样的驻军 所以说呢 这样的一个这个战略部署啊 这直接就是针对中国的 而且呢 这个奥斯汀他丝毫也 并没有掩饰 他们在讲话当中 直接就望称什么中国在南海啊 不断地增加的什么非法的 什么什么什么威胁 让你把它讲了一通 问题就是这个小马克思总统啊 一月份啊 作为中国接待的首位 外国的首脑 到中国访问 而且和中国签了很多大胆 回去之后 马上就提升了 和美国的军演 还有进一步的加强 他们的所谓这个 这个防卫 这个协定 那么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他的这个对外的政策 到底想怎么来做 其实呢 也不新鲜 这是东南亚一些国家 通用的做法 就是在经济上 他要依靠中国 那么在这个安全上呢 他还是想希望 依靠这个美国 可是呢 这个小马克思呢 做的呢 其实啊 直接就对中国 其实是构成威胁 就把美国拉到 这样的一个 为美国的战略意图 提供了服务 开启了律增 我想呢 这势必对中非关系呢 还是有影响的 所以说呢 中国外交部 连续两天 对这个美国的这方面 提出警告 虽然没有直接指菲律宾 但事实上呢 当然了 这个小马克思 他上个月在这个达沃斯 接受金融时报 那个首席评论员 拉罕曼采访的时候 他说我们也没有办法 中美两个大象争执呢 我们这片草地啊 也要小心翼翼 好 现在请看 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 中央北京新闻 稍后再会 中央北京新闻 中央北京新闻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年轻的首相42岁的苏纳克 2月2号迎来他走马上任百日纪念 而有外界评论认为 到目前为止 苏纳克的政绩可谓乏善可陈 在上任之初 苏纳克曾经誓言要压低通胀 发展经济减轻医疗系统负担 并且重振英国政治的轻症之风 而实际情况却是 英国国内通胀率去年10月份 创下40年来新高 之后也仍然是居高不下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前预测 英国将是唯一一个 出现经济副总长的主要经济体 过低的薪资水平 也让护士 教师等公立机构员工 联手发起了数十年来 规模最大的罢工潮 而保守党内部也是丑闻叠出 以至于苏纳克不得不在上周 将党主席扎哈维解职 并且解除其内阁不管大臣职务 眼看着民调大幅落后于公道 保守党内部已经有人开始呼唤 前首相约翰逊回归了 上任一百天 蜜月肯定是过去了 而蜜月期间它也不好过 那么现在呢 显然是苏纳克首相有些焦头烂额 在这种体制的竞争上岗 每个首相在之前都许下了很多的诺言清单 苏纳克他以前是才相 所以他讲的最多的就是 我上来之后要压低英国的通胀率 可是呢 到去年十月份呢 已经创建了四十年来新高通胀 这个过去这一个星期啊 这个英国是全面大罢工 主要是这个公立机构 公营机构 你像这个火车呀 这个巴士啊 基本上就是只有三分之一在运行 甚至一些这个展览馆图书馆都罢工了 这社会就好像要停滞了 而且呢 这个IMF说 它今年是唯一的一个发达经济体当中 是这个负数的经济增长率 负增长 所以说呢 现在呢 苏纳克也面临危机了 可能有政治危机 虽然它里边已经 这个解除了一些 它的这个一些幕僚 但现在看来呢 百日之后 如何向前走 如何解决眼下这些大罢工 那么看来呢 它确实有难处 其实呢 这是一个体制的问题 是一个时代的问题 是一个形势的问题 比人强的问题 好 看看另外一则新闻 韩国国防部发布消息说 韩美2月1号举行2023年首次的联合空中演习 美国的B-1B 战略轰炸机等多款战机参加了这次演习 韩国国防部2日发布 韩美1日在半岛西部海域上空 举行2023年首次联合空中演习 韩军公开相关演习画面 美国的B-1B战略轰炸机 F-22 F-35B战斗机 韩军的F-35A战斗机等参加演习 韩美联合空中训练 美国的F-35A和美B-1B F-22 F-35B等参加了 韩国国防部表示 正如去年举行的韩美峰会 以及第54届韩美安保会上 所达成的协议 这次演习积极体现了 美国以事实协调的方式 出动美国战略资产 协助韩风的承诺 还反映了两国作为行动同盟 保证国家和国民安全 不受朝鲜任何挑衅和威胁的 坚定准心 韩军推测考虑到 每次韩美联合军年时 朝风的反应都极为敏感 认绕在短期内 朝风会重启挑衅 正在密切关注朝鲜动向 凤凰卫视金珠贤 韩国首尔报道 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访问的 韩国外交部长官朴正 当地时间1号 分别会见了中俄两国 常驻联合国代表 敦促各方强力应对朝鲜的挑衅 朴正在分别会见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 以及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 内本齐亚时强调 安理会有必要尽快团结起来 对朝鲜屡屡 违反安理会决议 采取强有力的应对措施 朴正在当地接受采访时 表示中俄也对目前的状况 尤其是朝鲜核实验表示担忧 虽然观点不同 但三方的立场都是重视 通过对话和外交解决问题 中国商务部二号宣布 中国商务部的部长王文涛 与澳大利亚贸易部长法瑞尔 将于下星期以视频方式举行会晤 双方将就中澳经贸国企 及共同关注的经贸议题进行探讨 这次视频会晤是两国商务贸易部长之间 三年来的首次正式对话 而在去年11月的G20峰会上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和澳大利亚总理 阿尔巴尼斯进行会晤 并且都提到两国经济具有高度的互补性 针对近期有消息称 内地有四家煤炭进口企业 将恢复对澳大利亚煤炭的进口 有媒体就问到 中国是否计划很快取消 对澳大利亚葡萄酒 大麦 棉花 等更多产品的出口限制 对此商务部官员也作出回应 两国企业根据需求和市场条件 自主作出商业决定 中方采取的检验检疫和贸易救济等措施 严格遵守中国法律法规 和世界贸易组织规则 将其误读为限制措施 显然是不合适的 中国或将恢复澳大利亚煤炭进口 被视为2020年对澳大利亚煤炭 实施非正式禁运以来的 首个松动迹象 去年阿尔巴尼斯当选 澳大利亚新议任总理后 就曾表达推动中澳关系 重回正轨的意向 中澳两国外长12月 也在北京举行了线下会晤 讨论两国的经贸关系 凤凰卫视 周嘉欣 侯友韵 北京报道 好 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 主要新闻报道 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会 感谢您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